喂 你好 喂 我是何炯 哇 何老师你好 我叫小可 我们小可要聊什么吗 就是我发现了我男朋友一个比较大的秘密 我跟我男朋友是已经在一起几个月了 然后他是那种长得比较帅的那种 哇哦 我吧就是那种 我化了妆我就比较自信 但是我一素颜的时候吧 就显得那个眼睛特别小 而且我没有眉毛 看我多自信 所以我一直都是等他睡熟了之后 我再去卸妆 就是你说正常咱们睡完 就是洗完澡之后 不就正常睡觉了吗 但是我就是必须得涂点素颜霜 然后补个眉毛 整个涮皮贴啥的 但是前大概半个多月吧 有一天晚上我还没起身呢 他一个大动作做到我化妆镜面前去了 就拿化妆棉 在他头上开始弄 然后弄弄弄的 一把假发就脱下来了 他整完了之后吧 他还拍他头 感觉像抹点生发的什么东西似的 完了吧 你说这晚上灯光又黑 然后又看不清啥的 他就坐在我化妆镜前 我就感觉跟那个电影话题似的可吓人了 然后搞完 他就躺着我边的就睡着了 他这是睡着了 我真睡不着了 我那一晚上也没怎么合眼 然后我就特意就是试探过他 我就跟他闹着玩 我就薅了他头发 结果他那个手感 就是跟咱们平常那个头发 真是一模一样 什么牌子 好想问 小可你 你是不是来植入这个假发片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介意他戴假发片这事吗 你要是说完全不介意吧 也不可能 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个事跟他分手吧 我还不能跟他分手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跟他来一个坦白局 你也说你是这个 我眉毛浅 我单眼皮 然后你没头发 咱俩就绝配 你但是这个要基于他觉得 他他就是抛开这个头发事情 他觉得他还是喜欢这个人 没有关没关系对他来说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坦诚地讲 你说今天我我想给你讲一个 我的那个秘密啊 然后你就你就当场卸妆 你说你有什么秘密跟我说吗 咱就是说除 抛除那个头发之外 那个轮廓还在吗 轮廓 轮廓还是有的 就是那个发际线还是挺好的 就是他就有点斑突 就是这一块没有 那一块没有 我也不知道是他压力大 还是咋回事 这种啊 这种通常不完全是压力 男生掉头发 很多都是基因问题 就如果你的长辈是头发少的话 就没办法 后面的就几率非常大 有些遗传的就很年轻 就很那个 他那个沾 我这半个小时沾不完那个 我拍戏的时候沾过 那沾好久 那是沾一两个小时 你六点半起 我浩哥又有经验了 就你六点半起 他可能四点半就起来了 他卡进六点半之前又躺下了 所以一直没发现过 对 他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小可 跟他现在这个男朋友在一起 才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大家都没有 就是等于是在刚刚热恋的时候 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信心 就是说你知道了我的一切 我也知道你的一切 然后我依然爱你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互相 也还是在接受对方的过程中 那么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你考虑到 就是因为这 我不能跟你分手 那你也有信心 就是他也不会因为你眉毛弹 我就跟你分手 我觉得你们要早点迈过 这个互相隐瞒的这个阶段 这太累了 咱们不能这么过一辈子 对吧 那我们一到一百三十三 我们选一个朋友的话 那我就八十八吧 八十八 小可 你抽这句话吧 有两种结法 你抽到这句话叫做 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 我们觉得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你坚持要半夜去卸妆 然后他要坚持戴那个假发配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是你们两个坚持对彼此的爱 坚持对彼此的信任 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你每天才会更加轻松 那我们谢谢小可了 谢谢大家